可能因為這種媒體的這個 就是這個露出都比較短 所以大家有時候會截頭趣味 其實中間 其實我認為說柯文哲 他在談很多的政策 大家都有都用比較短的部分 去曲解了一些 比如說我們這樣講 就是說上次 比如說像當時講這個釣魚台 這邊其實不是在講說 不要那個主權 他是比較科學理性 務實的去談就是說 這個魚權你到底要怎麼做 那另外講到比如像死刑 這件事也一樣 就是說如果真正要執行廢死 那我們其他 比如說這個終身監禁的 這些配套到底是不是可行 其實這些他都是提出核心的問題 那甚至這幾天可能比較熱 就是說柯文講說網軍 其實當然這個是可能是 也許是比較去衛星高一點 去比較講的那樣子比較 但是實際上也是在點那個問題 就是說其實講難聽點 兩岸之間真正熱戰的可能性是比較低的 反而是網路的這個戰爭是每天都在發生 所以你到底要怎麼去因應這個網路的這個戰爭 我想是這樣就是說其實民眾黨 我想柯文哲主席其實也一直標舉 就是科學理性務實來談很多的政策問題 其實這概念也就是說 很多的問題 其實我們也不要只是意識形態打高空 其實有很多東西認真講就是做不到 比如說釣魚臺這個的主權 就是沒有任何人現在能解決 那你當然你現在只能先擺在那邊 那你要保護好的反而就是你 比如像魚權這些 所以這整套的應該是這樣講 當然我們對於民調 這些我們會 我覺得其實也是反應一件事 就是說民眾當然他一定也是有他的感受 因為我覺得現在三組的候選人都出來了 他們到底說什麼 那他們怎麼樣論述他們這個治國 我覺得這些還是讓民眾 他們自己會做判斷 今天高也是因為有這些民眾在背後的支持 我覺得柯文哲 他這個連續幾天來的這個反應 你如果說不是因為民調的這個支持度 他慢慢的這樣子往上這個躍升 我覺得讓他就是我覺得很開心 所以因為他很開心 所以他的講話就有很出格 就越來越出格 然後從他的這些的這個講話 我們就可以看出來這個柯文哲 他在他的格局和這個能力上面 真的是不是適格做一個總統 剛才這個委員提到說 釣魚臺的主權的問題真的不好解決 不 釣魚臺要解決的不是主權問題 主權是主張的問題 要解決的是魚權的問題 然後釣魚臺的這個魚權的問題 有沒有解決呢 解決啦 在馬英九這個時代的時候 就已經簽了這個台日魚權協定 柯文哲連續失言 第一個有關於釣魚臺的這個主權 他說台灣其實很多人就不要那塊土地 然後第二個 他在講到這個是有關於網路的 這個部分的時候 他竟然會說我們需要養的是網軍 而且是要去癱瘓大陸的這些系統 還有他的這些什麼ATMR這個系統 中國大陸有沒有網軍 有 但是你不是大家沒有人會這樣子公開的去講說 我那個是網軍嘛 大陸叫做戰略支援部隊 美國也有啊 美國有網路的指令部 而且是在作戰指令部的這個系統裡面 而且呢他們這個這個網路的部隊呢 他們要從事的就是網路上面的作戰 網路的資安 訊息上面的作戰與反作戰 可是呢柯文哲呢今天提出來的手法 他這是一個就是一個比較下流的 這種駭客的行為 這樣子這個行為呢 有沒有國家在做 有啊俄羅斯也有在做啊 俄羅斯不是去去威脅了美國的這個石油的 這個供應的這個網路嗎 這個是在國際間呢 是要受到譴責的 但是柯文哲呢堂而皇之的把他講出來 當作是一個捍衛國家的一個手段 我覺得這個在總統的格局上面呢 是不夠的啊 還有就是他有關於 他要去重用這個黃國昌啊 擔任這個法務部長的問題 王暗瑜今天他提出來了他們的關切 但是他應該要直指的就是 有關於廢死的這個問題啊 就是說你柯文哲 你到底在死刑的立場是什麼 他今天呢回應了趙先生的這個問題 就是啊那你是不是主張 那你是主張要廢死嗎 你是不是跟這個黃國昌的看法是一致 他就提了一大套 他說啊台灣呢贊成死刑的 贊很多啊 所以說如果說是要廢死的話 要有一套這個配套的 就是說柯文哲呢 在關鍵的議題上面閃躲 然後在重要的議題上面呢 不知所欲